桂花大肠 桂花大肠是浙江金华的地方传统风味 采用嚷、蒸、炸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的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有猪大肠头 配料有猪瘦肉150克、火腿肉50克 调料有少酒75克、白糖25克、姜25克、小葱头 精盐3克、酱油25克、味精2克 还需要湿淀粉10克、鸡蛋黄、熟猪油、面粉100克 葱花、甜面酱、花椒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菜的制作方法 先把火腿肉切成末 再把猪瘦肉剁成小粒 把猪肉粒放在火腿碗中 加入绍酒、酱油、葱花 拌匀腌渍 将煮好的大肠头 用绳子将大肠头一端打成结 然后将腌制好的肉粒 加入淀粉、味精、白糖拌匀 再将调好味儿的肉粒 嚷入两只大肠头中 与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绍好以后再将另一端也用绳子打上结 在鸡蛋黄中加上湿淀粉、面粉、清水、调匀 然后再加入精盐、味精、白糖 调成蛋黄、料酒 调成蛋黄糊 将大肠头放入蒸锅中蒸熟 蒸熟后取出 淋上蛋黄糊 然后将大肠头放入五成热的油锅中炸 鸡蛋黄糊 黄黄色时捞出沥干油放在案板上 去掉两端的绳子 然后把它切成厚片马放在盘中 上席时随带葱白段 甜面酱 花椒盐一同上桌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猪肉最好选用肥三瘦七的 做熟后油润适口 这道桂花大肠的特点是 颜色如同金桔 外皮酥脆 肉馅鲜香